精致的迷你飞机模型 360度旋转 被不少曾翱翔天际的 退伍空军列为收藏清单 客人请我们做人 空军第一运动金是客人点菜 他们给我们一点元素 然后我们跟他们研究 一起来做一个 他们要的一个味道出来 军用品店多半开在营区附近 过往总是人身鼎沸 生意不错 但随着阿兵哥入伍人数介绍 乡下地方的军用品店逐渐失为 齐楼的手摇引已收摊 墙上菜单 饭面 水饺等字几乎脱落 有耶 你看什么鸡排 水饺 面饭都有 以前都有卖这些东西 什么穿冰红茶都有 现在什么都没有 就没半个人你要怎么卖 我也没有堂固 这一些那里 部分商店921后逐渐走向转型 早期没有电子化 就会有很多的表格 他们要填 每天要填的什么部队工作日志 休假也要请写价单 可是现在电子化以后 就不需要用那些手写 都是用电脑罩 军用品店转型贩售文创商品 摆设兼具实用性 主打客制化 接个人或团体订单 网路销售也成为主流 商品多样化 不受限区域性 他出什么菜 我们就煮什么菜 要你能够煮出他要的菜 那成交 军中福利社所贩售物品 已能满足军旅生活的日常需求 因此现在的军用品店 为生存力求转型突破 也让客群不再只有阿兵哥 下期订阅中部总部报道 期待please 期待 CAL